首先准备一块上好的离脊肉 离脊肉给它切成薄薄的小厚片 咱们把离脊肉切成块的尖的厚度 切好肉咱们给它放入水中 把血水给它泡出来 泡好以后咱们给它轻轻一转 把多余水分给它转出来 加入少许净盐喂一下几口 再来少许肉就去去腥味 再加入土豆淀粉 这个肉的比例呢是一斤肉加八两的土豆淀粉 这个随便给它一次加够 分两次到三次加 给它抓拌均匀 抓成这样的干系度 再来一勺油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生油就行家伙们 再准备点小配菜 胡萝卜丝 葱丝 香菜 姜丝 蒜片 起锅多烧油 油呢一定要多点 有很多老铁不到五成油温 你拿大葱往底可以蘸 直猫泡就是五成油温了 五成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熟透捞出控油 油温升高下锅复炸一次 老铁们 这一不是关键 这样做的锅包肉它才能外酥里嫩 锅留少许的理由 葱姜蒜炒香 再来一小勺白糖 一小勺九度白醋 少来点精盐调口 少许老抽调色 虾肉炸好肉和配菜 翻炒均匀 出锅 美食自作完成 老好吃了 锅包肉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别说 关注我还真有点用 年夜饭必备的一道菜 锅包肉 老好吃了 ama file 哇 刘虫